哈喽各位朋友好 我是吉利丹正狂 宇总兄自己的故事还有社会时事来激励你 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正能量 大家看一看我今天来的这个场地 这个背景是不是很不错啊 没错 我呢今天来到了这个沙轮绿能科学城 在这个城里头 我来干嘛 是这样子的 我呢明天即将要受邀 担任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的司仪主持人 那么因为是一早一整天的活动啊 所以说他们就希望我前一天晚上 是不是就可以先来这边 那住宿怎么办呢 他们就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 这个园区内的住宿的环境 那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验呢 我也想要跟各位有志想要当什么主持人啊 或者专业司义的朋友说 这就是当主持人或者司义的好处啊 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会被邀请到不同的城市 或者甚至不同的国家 只要你有这样子的专业 你就会受邀成为不同的国际的大型活动 跨城市的这种主持人 那么如果你又具备了所谓的外语能力的话 哎呦 那你出国的机会就更多了 就不会只限于台湾的不同城市 所以如果说你也有志成为主持人或者司义的话 那么我强烈建议你 要么在这个空闲时间呢 再去进修一个语言 不管是英语也好 日语也好 韩文也好 或者是东南亚的语言 都OK 只要你多具备了一个语言的能力啊 等于是让你可以多开拓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 不好吗 那么透过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又想回头跟大家聊一个所谓主持人 或者是口译者的这种专业的素养 大家都知道啊 前阵子呢 我们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女士来台湾 那么她在来台湾的时候 拜会了不同的地方啊 包括总统府啊 立法院 就在拜会立法院的时候 被很多人批评说 哎呀 这个裴洛西的口译 怎么给我搞这一招啊 不断的会在这个口译的过程之中啊 打断裴洛西 那这个表现啊 这个太糟糕了 又是这个麦克风出问题 又是好像裴洛西刚想讲话 他为了要口译 所以就打断裴洛西 这样子有失我们的国格啊 那我要跟大家说啊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主持人 或者你未来当了口译员啊 你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的能力 第一个能力呢 就是啊 千万要早点到会场 然后你不要相信 现场的这个麦克风 会帮你准备的好好的 照理说啊 这样的场合 麦克风 立法院呢 麦克风怎么会出问题呢 他就给你出问题 而且还出两次 那么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 你如果是早一点到会场的话 你拿起这个麦克风 试音一下 你自然就会知道 哪几支是有问题的 赶快就把它替换掉 所以在设备上呢 就不会给你出这个疲漏 可是如果真正啊 在口译的当下 在口译的当下 主持的当下 突然给你来个麦克风没有声音的话 那你也不是好像一个很慌张的 哎呀 东看西看怎么办 你应该是能够有这个能力 立刻把麦克风就递给其他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帮你换这个电池 然后呢 你因为提早到现场 所以你有多准备另外一支麦克风在旁边 拿起来直接用 再不然 如果连这个多余的麦克风都没有的话 你自己平常就要让自己训练到 你讲话的声音是够大声 中气十足 并且有穿透力 可以贯穿全场 那你可能讲个大概30秒左右 哎 麦克风就来了 你就回到原本的表现了 这就是啊 提早到会场的好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当你在口译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不会打断所谓的讲者 或者你担任这个主持人 你发现哎呀 这个讲者会滔滔不绝 讲不停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 裴洛西访问立法院这个事件好了 这里头啊 我看得出来裴洛西女士呢 可能平常讲话的习惯 就是会一直滔滔不绝 那么这一位口译员 你要怎么样能够又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然后呢 又让这整个活动变得非常顺畅呢 如果是我的话 其实会这么做 就是当他滔滔不绝 没有机会让我去帮他口译的时候 我还是会持续的抄笔记 然后呢 等这个讲者自己发现 哎呦不对 忘了讲了三分钟了 怎么都没有给时间 给这个口译翻译啊 那他自然就会停下来 这个时候 我就赶快把他刚才说的 这三分钟的东西 你也不要一讲就讲三分钟 不用 你在一分钟之内 把他的重点 能够阐述完就好了 也就是说 你还是可以找到 见缝插针的机会 可能啊 他要换气的时候 可能台下有人提醒他 该给翻译口译 好好口译一下了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 能够抓住重点的 把他的一些说的这个重点呢 说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工作要做得好呢 其实还有第三个法则 这第三个法则就是呢 你千万不要畏惧所谓的诠释 觉得这个你要口译啊 或者你现场主持那个对象 高高在上的 好像你很难跟他做一些沟通 你想要做好口译 或者主持的工作 我建议你一定要 及早的跟对方进行沟通 如果我是那天的口译员的话呢 我一定会在跟裴洛西 这活动还没开始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 一讲 待会呢 麻烦您能不能说 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让我来帮你口译一下 或者你说个大概四五句 就让我帮你口译 这样子整个活动会进行的比较顺畅 甚至你可以跟他说 如果呢 您突然讲了太多的话 因为我就在您的左后方嘛 所以您如果发现 我后面这样稍微轻轻拍一下您的时候 您就帮我稍微停止一下 然后这样子 我就可以帮您进行口译 这种都是因为事前的沟通啊 那你就可以让对方跟你的合作是无坚的 是无懈可击的 其实我们真正在主持的时候啊 总是会有非常多突发的状况 那我最后呢就想跟大家说 要能够面对各种不同的状况 能够有很好的应变能力 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呢 一开始就不要觉得说 哎呀什么事情都要我准备好 都要能够照着我规划的走 你除了好好准备之外 你要有个开放的心理 去接受并且知道 一定会有突发的状况 但是没有关系 你有这个信心 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能够去克服眼前的困难 当你把像这样子的心态牢牢 记在你的心中 当成是这个定海神针的时候啊 所有的这些 突发的状况啊 你都可以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我希望呢 透过这个视频 能够帮助到 也想要成为专业的 司仪主持人 或者口译员的你 在未来遇到一些 突发状况的时候 处变不惊 并且在你专业的道路上 越走越稳 我是激励男人郑宽宇 总是透过这些故事 社会时事来激励你 也希望能够带给你 更多的正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